爸爸的爸爸叫人梦 爸爸的爸爸叫人夜 我是迈克 我们小队试玩一下新模式冒险列车 实话说 有小惊喜也有小失望 且听我慢慢分析 在玩法方面 中央车站和各个分站都可以复活 这点比较好 不过中央车站存活率不高 我们还是习惯去分站 而且我们很快就摸索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法 来到车站 对有分散去搜集物资 而我第一时间跑向四周年庆典舞台 那里可以拿到冒险 舞期间移出于免伤状态 不会被攻击 在这点上打个房间 然后接下来会出现一些个人的武器立场 庆祝完毕就会被转移到背后的车厢里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武装自己了 因为外面有敌人的话就能随时进来攻击 我已经被暗算过无数次 所以单身四排玩这个模式的话会非常困难 这里会出现四个磁吸小火车 至于具体玩法稍后马上展示 个人认为这是本次新模式唯一能让我有点兴趣的地方 这一次还增加了新武器PKM机枪 增加阔龙弹侠后拥有150发的7.62种弹量 然后射击手感的话还算比较稳 射速的话感觉略高于MG3的666 但是在威力方面 我感觉大家还是自己看比较好 瞧就是这么个水平了 搜集完武器就乖上路了 此时就来到了磁吸小火车最好玩的时刻 惦记 爸爸的哥哥叫什么 爸爸的哥哥叫伯伯 小伙伴们 这就是慈禧小火车真正的玩法了 除了牵引车头 其他三个均可以进行攻击 实现火力输出的最大化 并且也只有车头损耗能源 待到车头没电了 换其他人当车头机卡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问了 这么强悍的武装列车 真正的战斗力如何呢 唉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火车操控起来并不灵活 并且很容易产生飘移 爬坡时还容易被卡住 我感觉下一步光速可以适当增加一下 其立体高度 否则这小火车就是个鸡肋 与此同时 这就要说到对于本次新模式 我个人不满意的地方了 综观网期那些 基本每次都拥有上方增高的套具 不管是蹦床还是狮子舞龙 这可以让大家实现一些很有趣的战略 但是冒险列车没有影响的来当回 直接就大大降低了 我个人对这个新模式的兴趣 也不知道光子是咋考虑的 大家是否有这种同感 好了 我们已经抵达东侧大桥 不管游戏模式如何改变 我们赌销的冒险精神永远不回变 为此我今天特意背了两艇PKM 就为了一次过足夜 时光仍然碎如梭 我们的耐心等待终于开花结果 前面探子回报 有火车来袭 来了 太可惜了 竟然只有一列 不到一秒就被打爆 完全不过瘾呀 看样子他还有队友 如此一来 他的队友知道了这边的情况 应该不会再过来了吧 但是我们对于人性的把握还是差点事儿 前面这个人有自己的小心思 所以 队友之情 如此淡补 并然唏嘘 如大家所见 我们第一天试玩冒险列车 实际上还是颇有收获的 这一局也很有吃鸡的可能 然而事实无常 三岛突然就说有急事离开 导致我们的武装列车 直接就失去了一截 火力输出能力被极大削弱 这盘机 怕是凶多吉少 所以接下来的镜头就不便展示了